直到你喜欢我 你在梦上藏你和我 我也挺喜欢你的 还是算了吧 你 你这么聪明 应该知道怎么说服本王 绿王殿下想干嘛 本王是在给你机会 殿下不是在给我机会 殿下是在做见我 当然了 也是做见你自己 来之前我还想着 哪怕殿下再厌恶我 至少心里还是尊重我的 哪怕殿下再不想帮我 也不至于做到这个份事 还是说 在你心里 我就是这样的人 本王没 你不用说了 是不是也无所谓了 只是 恕明你不奉陪了 想必豫王殿下 也不会要一件 我穿过的衣裳吧 那我穿走了 本王不是这个意思 三哥 赵荣贤啊赵荣贤 总想着你不是那么坏的人 不敢有悲惨的结局 我还替你可惜了 我有什么资格替你可惜 真是伤感的被你打理 殿下 你来干嘛 本王来拿回自己的衣裳 殿下稍等 我马上换给你 你去哪儿 殿下放心 民女不会逃走的 不过是找个没有人的地方换下来 还是说 你让我当着你的面换 外面冷 回去换吧 不用这么麻烦 你是想让本王扛着你回去 还是你自己走回去 不用 民女可以自己走 你 方才是本王唐突了 王后不会这么做 他这是在给我道歉吗 我求见了 殿下不必这样 反正也没多大事 你的事 本王有法子了 殿下愿意帮我 可有什么条件 你想给什么都可以 想给什么都可以 对 只要你不背叛本王 放心吧 殿下 只要你愿意帮我 我一定记在心里 你大姐的亲事 本王会处理的 真的 不会吧 喝醉了 不应该啊 以我的酒量 不对 酒量好的是以前的我 这身体应该是第一次 接触酒精吧 苏向丸 你谁啊 哦 新人吧 我们见过吗 见过的 你忘了 来来来 老板 再来一箱啤酒 哎 来了 新秀层出不穷 你长得帅 眼睛应该也挺好的吧 哎 好好表现 前途无量的 哎 是我啊 赵容浅 嗯 赵 好耳熟 好耳熟的名字啊 好像 哦 就是那个演玉王的 玉王就玉王 为何在前面加一个眼字 那个大魔头 怎么找你这样的来演呢 以你的气质 演男主更合适 大魔头 在他心中 原先是这样看我的吗 哎 哎 放心吧 这角色没什么难度 还是男二号 不错了 对新人来说 好好表现 加油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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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剧组的场景吗 怎么这么浅漏啊 出品人 良好出品人 老板们 第二季记得这家投资啊 你果真醉得不轻啊 嗯 你 叫什么名字来着 赵荣賢 我知道你是赵荣賢 我是说你真正的名字 赵荣 赵荣 嗯 荣 配上玉也 还是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吧 赵 荣 敢直呼我明慧之人 除我母亲之外 唯你一人 唯我一人 唯我一人 赵荣 啊 你是不是喜欢我 嘘 我知道你喜欢我 嗯 你在梦上藏你和我 一厘米的距离能碰到你每个呼吸 多惊喜 多惊心的魔力 我也挺喜欢你的 我想你真的不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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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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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哪儿啊 小姐你忘了 这里是豫王府啊 豫王府啊 昨夜豫王连夜派人把我们叫过来照顾你的 对了 对了小姐 近日袁司同我说府中多了几个新面孔 查到是什么人了吗 他猜测应该是个探子 而且武功极高查不到底细 你 殿下 昨晚我喝多了 麻烦你了 我们 没有发生什么吧 发生了 你们在干什么 大姐 你怎么在这儿 你当然不希望我在这里 大姐 有什么话我们回府好好说 昨日夜不归宿 现在又和男子举止亲密 你还要不要脸面了 烦请苏大小姐注意言辞 殿下要我注意言辞 怎么不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大姐你误会了 闭嘴 我们 苏大小姐好生厉害 还不许让人家解释了吗 豫王殿下严重了 我身为长姐 只是教训一下做错事的妹妹 还站着干什么 进去 您女冒犯殿下 还望殿下恕罪 不过有些话 即使得罪了殿下 您女还是要说的 我们苏府 只对凌王殿下忠心耿耿 还望玉王不要伤害了婉婉才是 苏大小姐一人对凌王忠心耿耿便罢了 没有必要拉苏三小姐向事 她一日姓苏 一辈子都是苏府的人 我们苏府忠心与凌王 她 也不例外 大姐 你没有什么要同我讲的吗 嗯 有的 其实我一直想找个机会 好好地跟你讲 算了 我就不拐弯抹角的了 我其实 一直跟赵容显在一起 你真是 真的是疯了 大姐 我没疯 我知道自己在干嘛 你一伤护之女 你有什么资格攀附玉王 我现在可以给出手的 也就只有我这个人而已 什么意思 就是 忠诚于她 为她效命的意思 苏向晚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你是苏府的人 服从于凌王 那才是该做的事 可是什么是该做的 什么是正确的 不是应该由我自己来衡量的吗 难道 难道就因为她是赵容显吗 对 就是因为她是赵容显 你站在她那里 就是助纣为虐 她十恶不赦 你就是帮凶 乱臣贼子 人人得而诛之 你以后的下场 也不会好到哪去的 可我不怕啊 我怕 你若是解决不了 我帮你 我可以自己解决 眼下最重要的 是你和陆军廷的亲事 我的事 我的事 不用解决 为什么呀 我想要嫁入陈安王府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那个探子又来了 我刚刚跟他交了手 确定他是个女的 你可算是回来了 怎么约在这里啊 我告诉你一个特别大的秘密 大姐我现在 正式成为玉王幕僚了 没错 我就是玉王党了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 你觉得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这事为什么要告诉我 我觉得 你跟我是一条线 有病的一条线啊 赵容险明知道我喜欢你 她就是想你有美人计说服于我 让我投诚于她 赵容险没有那样想 赵容险属下那么多人 真没有必要用你这一介女流之辈 她能正眼乔顺的女子 还真没几个 你 你什么你啊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了 我觉得赵容险喜欢你 没什么 只是有个荒唐的猜测 还未证实罢了 我去 她身上打的光怪妹也太亮了吧 这么浮夸的吗 我去 殿下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苏三小姐 感觉你似乎在躲着本王 本王能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你要和本王化清楚河汉剑 殿下 我就是要跟你化清楚河汉剑 苏三小姐 本王从未对任何女子伤过心 你是第一个 就算本王不想知道 你的消息也是无孔不如 这种感觉 本王从未有过 我的天 这个告白会不会有点突如其来 太不生硬了 你听听这该死的台词 简直就是总裁玛丽苏文峰啊 够了够了 这要是播出来 应该会是一个长久的身格 还要有BGM想起 天气还是这么恶趣呢 多谢殿下 苏向文 本王觉得你很美 真的 本小姐本来就不愁好吗 谢谢 本王真的很喜欢你 只不过你好像看不上本王 不是看不上 是吗 如果不是看不上本王 那你为什么要背弃本王 他总像赵荣賢 他已经知道我投靠赵荣賢了 怎么 害怕本王知道 本王的确很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放弃唾手可得的我 而走向一个毫无未来的赵荣賢 谁说赵荣賢没有未来 你明知道 本王明明最憎恨之人便是他 可你还是走向他的身边 苏向文 如果你是想要得到本王的注意 好 你很成功 你已经让本王看到你了 林郡 你是不是疯了 苏向文你放肆 是谁给你的胆子 是赵荣賢吗 敢跟本王这么说话 你说的没错 就是本王给他的胆子 过来 赵荣賢 他是我的人 你的人 苏向文是苏府的人 他永远不可能是你的人 你先回去 嗯 他现在是苏家的人 但很快不是了 赵荣賢 旁的是我让你三分 但你若踩了我的底线 我很快 连那三分都有数 很快不是 赵荣賢 你好大的口气啊 难不成你要那他回去不成 不是那 是曲 曲 正大光明的曲 三叔五聘 八台大教 曲回玉王府 赵荣賢 若本王说 我也喜欢苏向文呢 何必自取其辱 是不是自取其辱 要最后才见分枭 随你 怎么穿这么少 外面冷 可别冻着 对了 这是我给你带的鸡汤 你快趁热喝 大姐对我这么好 我要帮大姐 嫁给自己的新上人 我不能指望玉王了 我要自己为大姐做点事了 那我先回去了 嗯 好 殿下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帮忙 该不会是苏远代的婚事吧 是的 我想让你 纳我大姐入府 理由 府里多了一个无关紧要 而且对主母又无任何威胁的妾 你和苏府再也无法分割 这对你来说是有利的 再者 我大姐刚好喜欢你 这是双赢 是可以 但是没有必要 有必要的 赵荣贤已经做好了安排 到时候殿下再不愿意 也必须点头 赵荣贤有没有这个能力 殿下你最清楚 本王若是纳苏远代为妻 你如今站在赵荣贤那边 他只会左右为难 本王真的想不明白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会伤心一阵子 但我毕竟只是陪他走过一段路的妹妹 他很快就不难过了 此事本王会好好考虑 但是事关你的前程 本王也希望你 再好好地考虑 多谢殿下 多谢殿下 夏姐洗甲 先下去吧 我一会儿洗 是 你来干嘛 说正事 我已经查出 藏在府中安探的底细了 是谁 此人也是皇室中人 身份不低 实力不行 东阳公主 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 凌王到 都下去吧 成林 这么晚了 你怎么来了 王姐这是怎么了 发这么大脾气 我也不想因为这样的事生气 可那燕天放实在太过分了 在府中收了不少女子也就罢了 如今 竟然让那剑壁怀了孕 怀孕啊 我是断然不能让那孩子生下来 那胎儿以为 燕天放便可只是泥风 我会怕她 如此下去不是办法 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机 能过了年 我会善走父皇 让燕天放上京树枝 其后的事 王姐自己安排 我知道了 王姐 你可曾在苏府安插了人手 我一走就在苏府安插了人 只不过也只是想盯着苏远黛 没想到那苏远黛倒是安分 不安分的 反是苏向晚 你猜怎么着 她好厉害的手段 竟然搭上了赵荣贤 我就是为此事而来 那赵荣贤分明有心要护着她 不过倒也好 以前正宠美人既对她无用 现在 这不是正好现成的人选吗 王姐是打算利用她 来对付赵荣贤 正有此意 王姐 我还有一事 我想那苏府 苏远黛为妾 那蒋瑶呢 你早早纳了妾入府 你就不怕失了蒋瑶的心 因小失大 王姐以为 我讨了蒋瑶的欢心 蒋国公那只老狐狸真能为我们所用吗 王姐你当初为了燕北俊嫁给燕天芳 而到如今呢 莲姻已成 王姐不但什么都没得到 还将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 由此可见 想要通过一场利益的莲姻 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实在太过天真 我当初毅然决定 嫁给燕天芳这样的蛮子 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 到底是为了我 还是你自己 你心里最清楚 是 黄姐 本王方才有些冲动了 还请黄姐不要计较 时候不早了 黄姐暂点休息 看来 那颗棋子要提前拿出来用 本来是准备对付赵荣贤的 如今看来 一颗棋子同时对付两个人 也是不错的选择 也是不错的选择 那摩摩 那摩摩还说 什么 凌王殿下看上我了 所以 世子不会与他争抢 我竟不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这样的结果 简直太好了 这不是好事吗 我只是觉得吧 这也太突然了 这尘安王府 好端端就来退亲了 再说了 这凌王殿下 怎么会纳我入府呢 他之前也没同我讲过 你说这里面 是不是搞错了 小姐小姐 凌王府来人了 来人提亲的 人现在往大堂去了 老爷和老夫人 都在堂上等着呢 去吧大姐 朕底下 你可是苏远代啊 嗯 走 大姐 爱你哦 爱你哦 超爱你 来 马上就是赵荣显的生日了 这个簪子 显眼又贵气 少年人嘛 就应该有仙衣怒马 意气分发的样子嘛 他平时的穿着偏素 明明是个大好少年狼 却偏偏被古朴的气质样子 我决定了 就送你了 拿好了 拿好了 黄毅 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 没什么 小姐赏赐的 给我看看 快点给我看看 云罗你干什么啊 就爱迎接 温暖的感觉 最适合思念 等我摘几朵 还没去赴你的圆 真正 请不吝点赞 开灯